这个随手捏包网球 在篮球场上大杀四方 轻轻一跳就能扣篮的美少女 其实是个僵尸 她不仅能跑能跳 还能在大白天出来上学 不过温度过高会加速僵尸身体的腐化 为了让李迷的身体保持新鲜 男主只能在她的衣服里缝上许多口袋 在里面放上干冰降低温度 以此延缓李迷身体的腐化速度 可因为李迷在体育场上的优秀表现 加上她品学兼优 老师打算让她代表三华女子学校 参加辩论大会 这件事遭到了继母的制止 好吧 校长的女儿才是重点 不过校长不在家 继母手握大权 她不仅制止让李迷参加辩论大会 还命令学校对李迷做出处罚 虽然都只在乎李迷 继母郁闷的喝起了梦酒 而当李迷高兴的告诉男主 自己在学校打篮球的时候 男主反而是责怪他不该去连运动 这样会加速身体的腐化 尽管被说教了 李迷还是很开心 他终于能自由了 可以在下雨天出去奔跑 也可以捉蜗牛丸 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晚上李迷跟男主一起到山上的高台约会 回忆起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 李迷幸福的笑了 然后他开玩笑说 想要男主男伴女装陪自己去上学 而与此同时 猫咪也找到了伴侣 一只可爱的小橘猫 单身久了 看一个猫咪都觉得美清无秀的 僵尸猫咪的身体素质远超普通猫咪 背着橘猫在房子上跳来跳去 也顺理成章的一起睡觉了 不过醒来后 巴布的嘴角流下了口水 他想吃掉陪伴自己的橘猫 猫咪看着陪伴自己的橘猫流下了口水 而李迷也曾经对男主的鲜血 有强烈的渴望 难道紫阳花的叶子 还是压制不住他们对鲜血的渴望吗 一架飞向小镇上的飞机上 有一个大美女 她来自一个专门研究僵尸的组织 组织经过多次研究得出 服用复活药变成僵尸后 会有两周的新鲜期 而过了两周的新鲜期之后 僵尸就会进入混乱期 不管他们有多么强大的意志 都会变得残暴 而且对之前越心爱的东西越渴望 显然猫咪跟李迷都即将进入混乱期 正在打扫卫生的妹妹 发现了一个晕倒的女孩 来历不明的小女孩 长相甜美 可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物品 男主的父亲找来警察 可女孩根本不配合调查 只要警察一靠近她 没办法 警察只能先暂停调查 拜托寺庙先稳定女孩的情绪 可他们交谈的时候 李迷觉得小女孩看自己的眼神不对 果然晚上李迷发现女孩不见 然后下楼梯的时候被人推理吧 不过为了不要男主担心 李迷撒谎说是自己不小心 然后她就看到了怪异的小女孩 第二天 妹妹给李迷准备的紫阳花叶不见了 而且整个后院的紫阳花全都被捣毁 吃饭的时候 爷爷发现小女孩不对劲 但大家都以为爷爷是老年痴呆了 晚上李迷又发现 小女孩用头发铲着男主 她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但是怎么欺负自己都无所谓 可要对男主动手 她忍不了 李迷警告小女孩 不要打男主的主意 没想到 第二天 小女孩竟然动手打伤了自己 然后污蔑是李迷打的 经典来了 如果不是你打的 她为什么只污蔑你 晚上小女孩再次对男主动手动脚 李迷大声制止了她 父亲怀疑是李迷在针对小女孩 只有男主坚信李迷 小女孩跑了 男主跟李迷追了上去 原来她是李迷的继母 变成小女孩是为了离间所有人 想让他们讨厌李迷 可还是失败了 就在她准备放大招的时候 吉姆以为是一个梦 李迷认为是幻觉 而其他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从此之后 吉姆再也不为难李迷了 而第一季也到这里完结了 散华李迷只拍了一季 但是漫画的内容还有一大半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收下漫画里的内容 达林抵达小镇后找到了李迷 并告诉大家 僵尸进入混沌期后 就算再怎么有理性 也会被本能吃屎 未来就会代替心脏大脑成为主导 他们会遵循本能寻找爱 然后吃掉他 不久之后 李迷进入了混沌期 他好几次都差点吃掉男主 可在最危急的关头 男主告诉李迷 其实从第一次看见他就喜欢他了 所以吃完我之后 就当是为了我回家吧 而也因为这句话 李迷奇迹般的恢复了理性 达林判断出 李迷是在生前吃下复活药的 僵尸都在脑死亡之后服下复活药 而李迷死亡后 大脑并没有立马死亡 在大脑死亡的过程中 复活药剂把这个过程强行中断 也就是说 李迷的肉体虽然已经变成僵尸 但他大脑的一部分 仍然有生命活动的迹象 而爷爷认为是发生了奇迹 超越了死亡的爱 抑制住了混沌期 达林想把李迷带回组织检查 男主不让李迷去 因为爷爷警告过他 组织并不是为了救李迷 而是为了研究 可李迷想知道 自己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害怕自己下次失去理智 会伤害到男主 而且猫咪完全陷入混沌期 非常危险 甚至多次攻击男主 甚至差点杀了他 达林的猫头鹰击杀了猫咪 男主看着猫咪再次死在眼前 大声质问爷爷 为什么要发明复活药 而爷爷也完全清醒了 要是会复活 再次醒来的猫咪还是会袭击人 李迷拼命扑灭火焰 如果猫咪死了 那么他就彻底孤独了